国内新冠疫情升温 西马各州多地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全国病毒基本传染指数又回弹到了1.14的水平 卫生部通报开灾节两天之内 我国就有将近9000人感染冠病 最新的统计显示 星期五一天之内国内再有34人死于冠病 是历来第二高数据 同时全国在录得4113宗新病例 其中雪兰俄州所占的病例就超过一半 报1269宗是全国之首 其次是沙拉越报533宗 接着是吉兰丹371 至于柔佛和吉隆坡两地的单日数据也超过300宗 现阶段新病例录得个位数的只有纳敏和玻里士 分别新增6宗和5宗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已经突破46万2000宗 至今的死亡病患总数也攀升到了1822人 根据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的统计 全国登记接种疫苗的人口有1010万人 只达到目标进度的42% 已经完成施打两剂疫苗的人口则有73万人 我国正值新冠肺炎感染高峰期 卫生部旗下的吉兰丹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昨天表明不鼓励民众居家隔离 为了安全起见 确诊患者应该前往低风险的隔离中心接受观察 不过私人医院协会主席拿督古吉星就解释 现阶段的居家隔离令依然生效 所有无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以及接到隔离令的人士 都必须服从卫生部的指示在家中隔离 无疾心接受马新社电视访问时说 政府制定的防疫准则足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染 重点是患者本身必须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加上执法单位的严格监督才能事半功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ên 两个月